元朝与南宋的恩怨情仇,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永恒的话题,而其中有一人的妙计,被认为是导致南宋彻底灭亡的关键,历史的残酷使然,元朝难以攻下南宋。 直到这位人物向忽必烈献出了一纸妙计,究竟是何等八字妙计,竟能让南宋彻底覆灭。 这位人物又是何方神圣,又有什么样的背景,才能造就出这样的关键人物呢? 当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与兴衰?大家好,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。 元朝是由蒙古人建立的一个跨越欧亚大陆的帝国,曾经征服了八十多个国家和不足,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时期。 然而,元朝在建立之初,却遇到了一个难以攻克的敌人,那就是南宋,南宋是宋朝的后裔,虽然国土缩小,军事实力不如蒙古骑兵那般凶悍, 但仍然保持了强大的经济和文化实力,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和发扬者,而蒙古人灭亡辽,禁止用了二十多年。 但是他们却在南宋这里栽了跟头,用了近乎半个世纪才灭亡南宋。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王朝之一,也是最为艰难的王朝之一,他所面临的外患。 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为严重的一次,在宋朝的周围,西方和北方的游牧民族,纷纷崛起,成为强大的对手,他们不甘于做边缘的小国,渴望在历史的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。 他们基于着中原的富饶和繁荣,向往着中原的文化和生活,他们视中原为天堂,视宋朝为目标,宋朝自建国以来,就不断地与这些外敌进行了残酷的战争。 宋朝的每一年,几乎都是在硝烟中度过的,宋朝的每一代人,几乎都是在刀光剑影中成长的。 而宋朝在这场持续了三百年的战争中,付出了惨重的代价,也展现了顽强的意志。 原朝的建立和扩张,是伴随着无数的对外战争,尤其是蒙古帝国赫赫有名的西政,让无数欧洲人闻之色变。 在一二一九年至一二六零年的四十多年里,蒙古帝国先后发动了三次规模惊人的西征,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,都纳入了自己的版图。 它先后征服了波斯,阿拉伯,土耳其,俄罗斯,东欧,中亚等国家和地区,建立了一个跨越多个文明的帝国,蒙古西征。 南宋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,它打破了原有的地缘政治格局,促进了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,推动了世界的变革和发展。 一千二百三十四年,南宋和蒙古达成了联盟,共同消灭了长期威胁中原的金国。 这场战争,结束了宋经之间长达百年的对峙,也为南宋抱了靖康之耻,然而,这一联盟,却是建立在短暂的利益和敌意之上的。 两国之间,没有真正的友谊和信任,只有暂时的合作和利用。 当金国灭亡后,南宋和蒙古的矛盾就暴露了出来,南宋想要收复失地,恢复大宋的辉煌,而蒙古想要继续扩张,征服全世界,自然在他们眼里,南宋的政权避灭。 1251年,蒙古在经过两次呼吏台大会的选举,继承了大汉的宝座,开始了他的统治和征服。 1258年,蒙古决定亲征南宋,实现祖父成吉思汗未尽的夙愿,统一中国,他率领大军分三路进攻,他自己率领中路军,直取四川,他的军队沿途攻克了重庆、成都等地,一路所向披靡,直到遇到了河州钓鱼城的顽强抵抗,钓鱼城地势险要,守军顽强。 宋军还派出飞石、火箭等武器,对蒙古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,蒙哥不甘示弱,亲自独战,是要攻下钓鱼城。 然而,就在1259年8月11日,一声巨响,蒙哥被宋军的飞石击中,在钓鱼城下去世。 中年52岁,他的死亡,导致了蒙古西征的终止和灭亡南宋的步伐。 1260年,忽必列级汉卫、建元中统,在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,继续展开了对外的征法。 他先后征服了南宋、高丽、日本、缅甸、越南、印度等国家和地区,将元朝的版图扩大到了最大的范围。 但他同以往的大汉一样,也始终未能灭掉南宋,直到1279年。 忽必列才在一个南宋降降的帮助下灭掉了南宋,这一场灭亡南宋的仗,一达就是近半个世纪。 而元朝这么久才拿下南宋,不外乎有以下几个原因。 一是南宋的地理优势,南宋的领土多为山水之地,不利于元朝的骑兵作战,而南宋的水师和城防则十分强大,能够有效抵御元朝的进攻。 二是南宋的军事优势,南宋的军队虽然数量不多,但素质高,装备好,火器先进,能够与元朝的军队抗衡,甚至反败为胜。 三是南宋的民族优势,南宋的百姓虽然饱受战争之苦,但仍然保持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和抗争精神,不愿屈服于外族的统治,为南宋的抗原事业提供了坚强的后盾。 那么,帮助元朝最终灭亡南宋的是谁呢?他就是刘整,刘整原本是南宋的一名将领,他臣义有智谋,善骑射,勇猛善战,立下国赫赫战功。 然而,刘整的骄傲和才华,却引起了朝廷的忌惮和嫉妒,他的上司吕文德对他十分猜忌,一出谋划策便被否定,一有功劳就被隐瞒不报,还让与刘整有矛盾的虞星刃四川治治时,用以打击压制他。 宇文德与于心勾结,打算诬告迫害刘整,刘整得知消息后,惊恐不安,派人到临安、金浙江杭州向朝廷上诉,因一向看中他的上级江万载等都已辞职。 投诉无门,当他看到名将向士碧,曹世雄均被奸向贾四道逼死后,一危不自保,暗中与蒙古联络,景帝二年1262年,刘整任同川府路安抚赴使兼之卢州时, 他已经决定背叛南宋,投靠元朝,他以卢州集所属十五郡三十万户向元氏祖忽必烈大汉叛变,神必成首次实现,他先杀死反对投降的官员,然后开诚迎接蒙古军队入城。 他被蒙古任命为魁禄行省监安府时,率领蒙古军队攻占了四川大部分地方,为元朝的西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 后来,因忽必烈常常因灭亡不了南宋而发出惆怅之感,因此他惆准机会,想要以此立下功劳,刘整对南宋的情况非常了解。 他向忽必烈提出了一个战略建议,只用了八个字,就改变了南宋的命运。 这八个字就是,遇灭南宋,先取襄阳,襄阳是南宋的重镇,控制了汉水和长江的交通要道,是南宋的屏障和门户,如果元朝能够攻克襄阳,就能够打通南北的通道,切断南宋的联系,使南宋的防御体系崩溃,忽必烈采纳了刘整的建议,发动了长达六年的襄阳之战。 最终攻下了襄阳,为元朝灭亡南宋奠定了基础,刘整虽然为元朝立下了大功,却没有得到元朝的重用和尊重。 后来,刘整奉命先后攻破了淮安、扬州、镇江等地,一路所向披靡,直逼南京,但他的野心和才华,却引起了薄言的忌惮和嫉妒,薄言不愿意让刘整分去自己的功劳,便以元朝的军令为名,阻止了刘整渡江的计划,命令他停止进攻, 等待中路主力的到来。 刘整不服从命令,私自率军渡江,却被薄言派出的军队拦截,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。 刘整的军队虽然勇猛,但却不敌薄言的军队,被迫退回江北,刘整的渡江之志,就此落空。 后来,刘整得知薄言率领中路主力成功渡江,攻占了南宋的鄂州,打开了江南的大门,不禁悲痛地说, 首帅指我,故使我成功后人,善作者不必善成。 果然,当夜,他便忧郁而死,年六十三岁,有整的背叛和军事建议,无疑成为了压垮南宋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他以自己的才智和决绝,推动了两个王朝的命运转变,最终连他自己也难逃悲惨的下场。 在这场席卷大陆的历史洪流面前,个人的命运确实显得微不足道,但正因为有这样的个体在特殊时刻做出关键性的选择,才使得历史的进程发生了改变。 历史车轮滚滚而来,不知下一个刘整会在何时出现,当危难临头时,又会有什么样的人物浮出水面,重塑历史的进程,这些或许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。 每个时代都有其关键性的人物和事件,有整和他改变南宋命运的八字妙计。 无疑是其中最为耐人寻味的一个,或许,正是因为这些不可预知的因素,才使得历史总是波澜起伏,千变万化。 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段历史,也将成为激励后人的重要一页。